另外乡代表还关心了上个月原规台风强降雨带 造成了花莲严重水灾 尤其光复乡包括了马佛西、利泰西等溪流河川 也预计严重甚至河床杂木重生 也使得水淹部落即是广场 另外光丰公路排水设施不足 大水是直接流传到了公墓 乡代表杨天明与吴辉明两人 今天上午就炮轰直询 请求三公所能够解决部落的水灾问题 透过电视营幕相代表杨天明 一张一张秀出了当时原规台风强降雨带 造成包括了马佛西、利泰西暴涨 顺焉台巴朗部落、桥梁及祭祀广场的画面 咨询商公所部落多年陈情提案 却都没有改善的后果 之后能够让利泰西的汽水流向农田 然后再往我们的附近一些水浸 水沟可以冲洗水沟 这样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希望某厢长我们再做详细的去勘察 另外同样出身台巴朗部落的乡代表吴辉明 后脚跟进直询 针对了部落道路改善提案 至今也没有下文 以及光丰公路 台巴朗公墓段排水设施不足 这一次的大水就直接流传到公墓 淹没先人的家相当傻眼 咨询请求商公所重视 上面还没有 只好上面到弯路 然后左边也一样 左边的是从弯路一直到 也差不多到 到天主教那个地方的才有水沟 希望我们有空来去看一下 好来跟我们共路起了 我希望说不要 不要已经死了还要被水淹 很可怜 面对杨天明与吴辉明两位代表 对于部落安全环境 河川流域的诊治提出质询 乡长林清水出了市政面回应 针对非管辖范围的河川流水区域 也将会同相代表 以及主管机关献敌会看 厘清权责 分层负责 各司其职的解决部落水患问题 接着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